九千九百八十七 九千九百八十八 九千九百八十九 可我心疼 老子好不容易穿越过来 看去就让我做一万个服务车 累死你爹了 独晨 觉醒仪式已经开始了 马上轮到我们了 快点走啊 等等 我做完这里的服务车 赶紧走 觉醒仪式可是我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不能耽误 你还有心思做服务车 我拿个衣服 到现在为止 好像还没有人觉醒超强的战斗职业 法师龙骑士这些超强职业 哪是那么容易觉醒的 不过狂战士刺客这种稀有职业 已经让人觉醒了 好紧张啊 只要不是生活职业 就算补助我也认了 我是来看慕容世界的 听说慕容留恋也会来 慕容世界可是我们第二等武科学院 走出的绝世天才啊 如果能要个签名就好了 还好 不是太晚 马上就轮到我们了 我叫苏晨 在七天前地兴了一次大地震中 莫名其妙就穿到了这个全民觉醒的世界 在这里 所有人在十八岁的时候 都会参加觉醒仪式 觉醒一种职业 职业有成千上万种 大地可以分为战斗职业 补助职业 生活类职业 赵露 觉醒职业法师 天哪 是法爷 竟然有人觉醒了法爷 是三年二班的赵露 赵露平常看着很一般 但一转眼就成女神了 苏晨 如果我没记错 这赵露是你刚追到的女朋友吧 应该 是吧 记忆中 原神追求了赵露有一两年的时间 直到最近开启超能力 给赵露买了一套护甲 赵露才口头答应 成为了女朋友 赵露女神 让我沾沾忧气 赵露 晚上有空吃饭吗 我在太阳楼订了觉醒清宫宴 赵露女神 加个联系方式吧 以后一起组队 我 赵露 从今日起 奉武九天 赵露 恭喜你 张磊 你来得正好 我们分手吧 啊 我叫苏晨 苏晨是吧 你等我看一下名单 一样的一样的 你也分 我也分 你特马来在这儿裁员呢 哈哈哈哈 裁员还能拿到补偿 但像你这样的天狗 演到最后 只能是一无所有 露露 我刚才测试觉醒的快枪手 虽然比不上你的战斗职业法师 但也是强战斗职业之一 晚上一起庆祝一下吧 啊 李霄哥 我喜欢九福盛名的海鲜盛宴 好说 今日 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 我也摘给你 小子 我缺个端茶倒水跑腿的 你要不要来伺候我们 你们别太过分 苏晨还没参加测试 你们这么侮辱他 会后悔的 别做梦了 整个第二中等武科学院 觉醒的战斗职业都没有两成 觉醒的还大多都是像我李灵霄这种 一出生就进行各种灵补的贵族子弟 你们平民 除了赵露这样的绝世天骄 觉醒的不都是垃圾职业吗 叫一个 苏晨 终于轮到火了 李灵霄是吧 等会儿让你跪下叫爸爸 你 不知所谓的东西 我堂堂穿越这 觉得会觉醒至高职业 打脸所有人 丁 检测开始 来吧 我已经做好接受万众瞩目的准备了 苏晨 觉醒职业 这是什么情况 笑死我了 不会这么垃圾吧 连职业都觉醒不了 觉醒职业无 这种事情发生过吗 还没有听说过谁觉醒不了职业 再差也能觉醒一个垃圾职业啊 这家伙难道全球第一费 不会吧 好得给个战斗职业 尊重一下穿越者啊 小子 赶紧滚下来吧 别在上面丢人先言了 怎么了 天空中怎么突然乌云密火 倒是觉醒职业带来的异象 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结束的 如此异象 你不再觉醒无比强大的职业 一个剑灭 能觉醒出产生异象的超强职业 刚开除 难道又要反聘回来 李灵霄 你可以提前较爹了 什么事啊 啊 是魔物 是魔物 这是魔物的信息 这根本不是觉醒异象 而是魔物露气啊 一体假腰 魔龙露气 人生惯悟失声 究竟躲避 一级以上强者 有什么来的 这是出来的 只有我们在乎吧 杀啊 啊 啊 这魔龙至少达到了第一级 根本不是第一级强者能对付的 魔龙师姐的 可怎么还没来 现在只有目龙师姐 可以牵挤住这头魔龙 杜臣 快跑啊 漂亮小丑 死了活该 杜臣 快跑啊 跑 我跑得了吗 你先等等 等等 等等 没办法了 现在给人完成系统任务 才有一线生计 9992 啊 快看 搜臣在干嘛 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做佛冲 他会不会是在给魔龙表演节目 这小子就是被吓傻了 9999 9万 叮咚 恭喜宿主达成成就 1万个佛称 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加1 恭喜宿主获得 蓄力一拳 蓄力一拳 厉害吗 蓄力一拳的威力 取决于宿主蓄力时间的长短 以及宿主怒气质的大小 为了直观体现蓄力一拳的威力 宿主可以免费添一次蓄力10年的威力 不好 冲手 愿我停下 升了 蓄力一拳 停 不好 冲手 愿我停下 升了 蓄力一拳 魔龙死了 快看 是慕容留恋 不愧是慕容师姐 既然只是一击 就把魔龙干碎了 女神 女神 刚才那一击有问题 哇 太强了 这蓄力一拳超强啊 系统 我爱你 尽情发布任务 鞭策我吧 不愧是我们第二中等武科学院的传奇毕业生 慕容留恋 一击斩杀 B级妖兽 恐怖如四 我 赵路 规划中的未来 会超越慕容留恋 我那一剑 应该不足以斩杀B级魔龙 难道是他 慕容小姐 我是新任校长安怀志 我仅代表第二中等武科学院 感谢你这次出手 帮助学院度过危机 大家对慕容小姐的到来无比期盼 好不容易回母校一次 请慕容小姐给大家讲几句吧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赶紧下去呀 等等 系统发布任务 请达成成就 对慕容留恋 大声喊出一百次 我爱你 系统 你是真的吗 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爱你 你在说什么胡话 同学 我是想问 刚才魔龙最后一击 你是否出手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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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 疯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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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拉走 我爱你 走走走 我爱你 走走走 我爱你 快点 我爱你 苏晨身为癞蛤蟆而不自知 还想吃天鹅肉 可笑至极 李灵霄 我现在缺少法师修炼 所需要的技能书 你能给我几本 呃 洛洛 这么直接吗 我们好像还没确定关系 你直接说几本 我李家应该珍藏了五本 不过要给你 还需要经过我父亲同意 从现在开始 你是我男朋友了 这是你的上岗症 呃 好 好的 宋臣 你也不照照镜子 一个连职业都觉醒不了的超级废惨 也配表白慕容师姐 走了 别理这家伙 估计学醒失恋 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一百次我爱你这个成就 比做佛冲还简单 动动嘴皮子的事情 必须要达成 大叔 有事啊 老子才十八岁 你他妈管谁叫大叔呢 李雷大哥 他就是故意 今天拿不出一千块钱保护费 干废致小子 我记起来 这个看上去四十岁的少年李雷 在学院里也算是一号恶霸 经常找园主收保护费 说起来园主绅士也是可怜 从小失去父母 跟着叔叔婶婶生活 家里除了叔叔瞒着婶婶 偷偷关心他一下 就没什么人重视他了 在学校里被欺负 也只是忍气吞声 大钱 不然老子今天把你脑袋 塞进屁股里 现在 我既然身为伟大的穿越者 怎么可能被别人欺负 园主受的气 就让你们都活回来 你我的血 蓄力拳是蓄力时间太短了吗 威力这么小 真是让我吃惊 你这个弱鸡竟然敢还手了 这傻小子不知道李哥觉醒了坦克战士 这一拳对李哥来说 可挠痒痒差不多 弱鸡什么职业都没觉醒 李哥站着让他打 也打不出任何伤害 一万块 打不出 我吹死你 给我点时间 我去筹钱 给你半天 晚饭之前去宿舍找你 半天时间应该足够了 抓紧时间去完成任务 慕容留恋 可不会在学院停留太长时间 慕容小姐 自从你考入下国最好的高等学府 天府学院 就是我们第二中等学院 永远的传奇和荣光 我爱你 我爱你 这小子怎么又来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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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醒职业后 再一个月就要进行五课大考 希望慕容小姐 能给大家传授一些参加五课大考的经验 经验 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 那就是全靠我的超强职业和绝对天赋 慕容小姐 你别在意 慕容小姐 我请这次 没能觉醒进哪个职业 你觉醒任何职业 难道击败魔龙那一招和他无关 去个人 把他飞给我疯了 我爱你 不用 我自己去 你干什么 飞得越来越高 不会是要把苏晨扔下来吧 我们似乎忘了一件事 慕容留恋以前的天赋学院是令无数天赋弟子恐惧的存在 没有一个人敢惹他 没有一个人敢惹他 甚至被称为大魔王 苏晨完了 这 这太高了 你想干嘛 你不是爱我吗 你能在落地之前说出五十句我爱你 我就相信你 这玩笑开大了 咱们还是下去吧 咱们还是下去吧 没和你开玩笑 说不出五十句 你自由落体 我爱你 你就是个疯子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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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了 太狠了 赶 赶紧救人哪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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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救我 算你明白 我相信你了 你是魔鬼吗 确实不少人这么称呼我 安校长 就此别过 此次必及魔龙入侵 非同小可 我要回去报告老师 慕容小姐 等等 嗯 你知道的 我们第二学院最辉煌的时刻 就是你获得全省状元的时候 之后一直走下坡路 别说赶上第一学院 就是第三学院 都已经超越我们了 请慕容小姐 啊 这是天府学院的入院卡 先生试炼的第一名 我带他获取一门 无职业要求的技能 无职业要求的技能 也就说 任何职业都能学的技能 这可是天教的专属啊 职业技能只有升入高等学院 才会通过特殊渠道获取 慕容小姐大气啊 这样的话 我第二学院在高考的时候 必定能取得更好的名字 慕容留恋这娘们儿太狠了 那可是万米高空啊 说扔就扔 还好老子口口好 极限输出五十句歪 啊 不过终究还差三句才够一百句 可惜慕容留恋不给我机会 已经离开了 李哥 那小子回宿舍了 走 走 过去 赌尘 一万块钱凑齐了没有 这 这 怎么可能 啊 这种力量 怎么可能是无职业者 测试完毕 蓄力一全不叠加我怒气值的情况下 五个小时 足够干费一个刚举行的战斗指 大哥 我错了 就你叫李雷啊 是 是大哥 求原谅哪 认识韩妹妹吗 啊 不认识呀 不认识你起这个名字干嘛 不是 证明的是我买起的呀 去找 什么时候找到韩妹妹 我就原谅你 大哥放心 我一定找到韩妹妹 同学们 昨日你们都觉醒了属于自己的职业 今日就要开始人生中第一次试炼 此次试炼的成果直接影响你们的一个月后的高考成绩 希望大家努力战斗 职业等级礼品冲上一星 此次试炼第一第二第三学院一同进行 尽量不要和其他学院起冲突 影响试炼 话不多说 大家三到五人自由组队 即刻出发 这次一定要冲击一星骑士 我高考的目标 是第一梯队的高等学院 这次学院第一名 可以获得慕容师姐赠予的一门无职业要求技能 这才是真正的大机缘 我的目标是二星战士 获得第一名 一次试炼就达到二星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群王八蛋 就是没人要我是吧 苏晨 哦 子龙 你也没人要吗 呃不是 我不想和别人组队 苏晨 你聊啥呢 赶紧组队 哈哈哈 安校长 不是他不想组队 是没人要他 谁会愿意和一个五职业组队 不但发挥不了作用 他会成为拖后腿的 就是 苏晨千万不要和我组队 我才不要脱油品 带着他 别说冲击一行 就是能活命就不错了 让我说 五职业还参加什么试炼 直接退出算了 直升机 有人跳下来了 安校长 我没来晚吧 时间正好 大家安静一下 这位是从第一学院转来的天交 以后就加入我们第二学院了 此次和大家一起参加试炼 让新同学介绍一下自己 我来自第一学院 我未必会是第一学院最有天赋的 我未必会是第一学院最帅的 我未必会是最优秀的 我未必会是最幽默的 所以来到第二学院 我未必会比你们所有人强 我未必会能拿到第一名 我未必会一定获得慕容师姐的无职业技能 哇 不愧是第一学院来的天交 真的又帅又谦虚 太令人感动了 我不再害怕第一学院的那群变态了 同学 你太谦卑了 自信点 说的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谢谢你这么贬低自己 给我信心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未必会 我为慕容留恋而来 这第一名 我拿定了 操 原来在装逼呢 你大爷的 害我美滋滋的听了半天 未必会 你和苏晨一对吧 苏晨是无职业者 有你带着他 苏晨也能安全些 不至于丢掉性命 听说这次试炼 是新出现的空间结点 确实是新出现的一星试炼场 正好适合我们这些新手 快进去吧 这次三校同时试炼 我怕里面的怪不过分 那是你想多了 就算是一星副本 里面的怪 也不是我们能随便对付的 人都走光了 未必会怎么还不来 说好和我们组队呢 唉 子龙 你觉醒的什么职业 为什么你不愿意和别人组队 这 战士 战士 不错呀 最主流的战斗职业 是 是美少女战士 嗯 嗯 变身一下让我看看 行吧 子龙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祖辰 你没事吧 我变身之后脾气就会莫名的暴躁 忍不住砍人 子龙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啊 未必会 你没看见我们吗 我俩在这等你半天了 等我干什么 安小然让我们和你组队 我从不和弱姬组队 我更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 嘶 这小子说话不是装逼就是呛人 我知道 你叫苏神 就是你甜不知识的当众对慕容留恋说我爱你是吧 就是你甜不知识的当众对慕容留恋说我爱你是吧 你知不知道慕容留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是我奋斗的目标和追求的方向 她就是我心中的图腾女神 我就算手里有慕容留恋的联系方式 到现在为止都不敢和她说一句话 你也配说爱她 给我滚远点 这次试炼第一我拿定了 谁也无法阻止我追随慕容学姐的脚步 祖哥 你们怎么就两个人 唉 别问了老新 扎铁 没人和我们组队 那他们真是瞎了眼了 祖哥 我们一起组队吧 啊 李雷 苏神可是无知业者 那又如何 祖哥有实力 你听不明白我的话吗 他只会连累我们 我不想他加入 不会 我保证苏神加入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商大 我不想废话 二选一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那你滚吧 啊 李雷 你说什么 我可是你女朋友 你为了一个废物不要我 滚 别人只会影响我出拳的速度 哼 李雷 你个王八蛋 我去找更强的队伍组队 你别后悔 哦 李雷 西哥妈真男人啊 祖哥 到了里面全靠你照了 小时一桩 进去吧 这里就是试炼场吗 和外面的感觉确实不一样 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能量波动 这里的怪都被别人清光了 我们朝里走走吧 那里有妖兽 好像是教科书上提到的蜘蛛腰 是啊 草原上有两头 其中一头是蜘蛛腰 另一头也是蜘蛛腰 呃 念的啥呢 呃 上啊 说你呢 上啊 呃 我不上 大哥 你上 啥个最低级的蛛腰还要我亲自出手 你俩上 反正我不上 我不能上 你个战士不上谁上 赶紧的 我上容易出事 小废话 行吧 呃 这李雷不愧是校园恶霸 实力可以啊 呃 什么声音 啥情况 呃 怎么会 铺天盖地这么多的蜘蛛腰 苏哥 我虽然是坦克战士 但是有隐藏属性 吸妖体质 吸妖体质 就是我出手对付某种妖兽 就会吸引附近所有这种类的妖兽攻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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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阳火球术 什麽情况 蜘蛛腰怎么跑了 看那边 所有的蜘蛛腰都朝着一个方向跑去了 蜘蛛腰是这里最多也是最容易击杀的妖兽 如果不能持续击杀蜘蛛腰 会影响我们的升级速度 宫申 蜘蛛腰越来越多了 我们这样跑下去不是办法 走 去那边 就在这儿吧 彻底解决这群妖兽 苏晨 别冲动 妖兽太多了 退后 举力一全 从排名上看 我第一学院力压群雄 几分榜上击杀妖兽最多的 大部分都是第一学院的学院 我第三学院天才萧虎虎 还在第二名 也为我第三学院争光了 安校长 你怎么不说话 说什么 我第二学院也不差呀 第四名就是第二学院的学员 安校长 你说这话不嫌脸红 以为我不知道 排名第四的未必会 是从第一学院 传到你们第二学院的 看来第二学院 确实没有人才吧 竟然从我们第一学院挖人呢 你们也挖呀 我又没禁止你们 从第二学院挖人 你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第二学院有人才吗 我们能挖谁 没有了未必会 第二学院还不是被我们 第三学院碾压 今年的资源分配 我们第三学院必须高过第二学院 哼 你着急什么 试炼还没完呢 定局基本已定 随之击杀妖兽越来越多 学院自身的实力也会越来越强 学院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这种试炼 一般天才会从头到尾 一直领先 保持优势 不会出什么意外 啊 第一名苏晨 第二学院就是八分 苏晨是谁 怎么没听说过 他竟然直接飙升到九十八分 这是伤了多少要手 什么情况 苏晨这个无职业者 怎么跑到第一了 黄礼 让你在我面前装 现在我第二学院排名第一 你服不服 出错了 一定是哪里出错了 不管哪里出问题 先怼手了再说 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子 突然踢到第一 还领先第二那么多 这不可能 这里的一切都是中央 将智脑自动运行 众所周知 智脑绝对不会出错 来人 去查 看看哪里出了屁落 你尽管去查啊 第二学院就是第一 气死你 哈哈哈哈 这 这只是一拳 所有的赤竹鸟 都被表杀了 啊 啊 我这是 一星 祖辰正在突破 成为了一星职业者 一星职业者 是因为我本身无职业吗 没感觉有什么变化呀 一星职业者 是因为我本身无职业吗 没感觉有什么变化呀 找死 我俩的实力都超过一星 在这试炼场里 无敌 这些妖兽一星都不到 不用理他们 本正是 确定是这里吗 就是这里 此地虽然是新出现的空间节点 但这里并不是全新的 而且早在几千年前 就有人进入光 我们想找的东西 便在这里 抓紧激活吧 中情怎么这么大 而且我感觉周围变了 那几个妖兽实力也变强了很多 有些不对劲 打不开 二星的实力 这是妖兽等级 怎么会瞬间从一星提升到二星 只有一种可能 我们激活这里 导致这处空间节点 从一星试炼场变成二星试炼场 这下麻烦了 从没想过参加试炼能这么悠闲 走了半天连个怪都看不到 这一代的蜥竹鸭 估摸都被苏哥一波清理完了 想要找到其他怪 只能继续往试炼场伸出走 这是一星妖兽包头机 比蜥竹鸭厉害很多 要小心 半个小时了 终于让我们找到怪了 这试炼场真奇怪 最弱的蜥竹鸭 居然一直都没见着 包头机属于若一星怪 我们三个火力全开能对付 喂 张月月 包头机是我们先发现的 你们 利蕾 你是有些实力 那你带着苏晨这个脱油瓶 我就算让给你们 你们有实力杀死这三头一星妖兽 苏哥 他看不起你 上 我不上 上个屁呀 虚力拳现在还伪着 可现在就是个普通人哪 子龙 你上 不能让女人看不起 呃呃 我也不上 那我上 你停下 我更不能上 你胜如一切大事 你双模刺我家 一哥哥的全是废物 第三学院皇兽清场 闲杂人党退必三社 这黄侃我听说过 在第三学院排名前三 而且还是第三学院校长黄林的亲儿子 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种排场 你们第二学院听好了 黄兽包场 这里的妖兽我们预定了 包场 预定 妈的 这傻圈以为这里是夜场啊 黄哥哥 不认识我了 哈哈哈哈 原来是月月妹妹 可爱的女学员主外 其他人都给我走 黄哥哥 让他们留下吧 也好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强队 也好 等结束了 月月妹妹去我新买的别墅耍耍 我家的猫会后空翻 这三人竟然都是装甲战士 这体型像战士吗 这他娘的命令是坦克 李雷 看到了吗 舍弃我 收留苏辰 是你人生最大的错误 你就等着在这次试炼中垫底吧 我叫黄卡 谈卡而谈的卡 我是一名剑客 接下来 我要装逼了 你还有一点 解决掉那只包头鸡 怎么了 这是啥呀 这是二星妖狮巨齿怪 怎么回事 一星怪怎么瞬间变成了二星怪 二星巨齿怪 这到底怎么回事 皇上 别管怎么回事了 快跑 二星怪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对对对 赶紧跑 黄哥哥 救我 带我走 我受伤了 你走开 黄哥哥 我现在走不动 不要丢下我 你说了要带我去你家看猫 滚开 老子现在顾不上你 不要 谁来帮帮我 快跑 皇上 这里有两只啊 不慌 我爹给了我保命手段 小子 送你们一件东西 什么玩意儿 苏蝉 赶紧扔掉 这是吸怪神器 可以短暂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本公子先好 锯齿怪不要了 让给你们了 王发战 你敢赢我 我记住你了 你都要死了 本公子害怕你 记住 死定了 怎么办 我不想死啊 我想活下去 谁能救救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丑死了 没看到我们还在这里吗 你们 你们三个废物有什么用 完了 苏蝉也不是巨石怪的对手 只能拼死一阵了 你绝对不能出手 这次 换我来 这 这是啥呀 苏蝉 你们先走 把蓝猪军使怪 好好好 你坚持住 我们这就走 苏蝉 李雷 快来扶我 我们三个赶紧逃 苏蝉 没听见我说话吗 趁有人替我们挡着 赶紧跑啊 要走你走 我不走 你个无职业者 到了现在你还装什么情告 不走等死吗 我怎么这么倒霉 遇到你们这些垃圾 你他妈烦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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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打我 李雷 这个废物敢打我 你要这么看着吗 这是你大爷的 我也早就想打你了 退后 你不是巨石怪的对手 苏蝉 毕正强 你刚被巨石怪打败 敢伤害我一辈子的兄弟 我不会原谅你 蓄力一拳 闪伤我的怒气 不愧是我哥 一拳秒二星 刚获得蓄力一拳的时候 系统提示说 蓄力一拳的威力 取决于宿主蓄力时间的长短 以及宿主怒气值的大小 现在通过怒气值 施展蓄力一拳 验证成功了 这不可能 索臣不可能有这种实力 一定是刚才我们把巨石怪重伤 让它捡漏了 懒了 刚斗的巨石怪被吸引过来了 这下就算有人挡着也跑不了了 现在的问题是 随着我那一拳打出 我的怒气消散大半了 现在需要让我重新充满怒气 王砍 我许你祖宗 不行 王砍这小卡拉米 无法为我提供足够的怒气 苏蝉 不可 大刀箱 狗子曼地逃无伤看去 南京大屠杀 金康之痴 南京出关 崖山之战 魂中华不去 胡乱华 鸦片战争火烧圆明远 这是刻在老子基因里的愤怒 一点就炸 杀疯了 杀疯了 祖阁彻底杀疯了 我有一拳 可凭我余生恨 为中华爵 其而读书 结束了 可是好气啊 一个无职业者 杀了一群二性怪 这 这是神迹吗 祖阁刚才念的是什么咒语 怎么一出口就这么强 难道他真正的职业是法师 我看不懂 但大受震撼 李双岩已经追上苏晨 排名第一了 天骄不会被埋没的 安怀志 怎么不说话了 你们学院的苏晨 可是掉落到第三名了 第三名怎么了 第三名也很优秀 我呸 还安慰自己 那苏晨这么长时间了 积分就没有动过 说明他就是个 走了什么狗识院的家伙 如今其他天骄 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用不了多久 那苏晨就会掉落出前十名 什么 第一名苏晨 二百零八分 怎么回事 苏晨怎么又突然跳到了第一名 而且又是远远地 帅开了第二名 哈哈 这太离谱了 黄莲 脸打得啪啪响不 李园长 绝对有问题 不是这小子有问题 就是试炼出问题了 别废话了 查不出问题 尴尬不 机器警报 试炼出现变故了 哦 哈哈哈哈 果然如我所料 试炼出问题了 按怀志 咱俩谁尴尬 苏晨按第一名 肯定不作数 三位院长 出大事了 就在刚刚 学员们所在的空间节点突变 由一星试炼场 变成了二星试炼场 什么 什么原因 找到了吗 暂时没有查到原因 变成二星试炼场后 里面所有的一星怪 都变成了二星怪 极度危险 这下麻烦了 二星怪根本不是那些 还没有到一星的学员 能对抗的 就算李双 研制住天骄 也只能勉强自保 现在试炼场能进去吗 进不去 虽然一星试炼场 突变成二星 但进入的条件未变 还是只能低于 一星的职业者进入 这下麻烦了 这里的老师等级 都高于一星 根本进不去啊 二星怪恐怕会在里面 大开杀戒 未必 怎么就未必了 安怀志 你们第二学院最弱 到时候死的最多的 可是你们学院呢 刚才俗臣的排名 突然窜升 这说明什么 说明俗臣杀了二星怪 只有杀二星怪 才会突然获得 大量积分 排名飙升 这 不可能吧 第二学院能出 这种妖孽学院 听起来确实 非一所词 但这是最有可能的 解释了 你走 干什么 就你一直看不起 我们第二学院 脸给你打疼 顺便怕你尴尬 给你个鞋子钻进去 试炼场肯定发生变故了 不然不可能出现 二星怪 我们需要尽快出去 出去的传送门 在秘境终点 还有一段路程 哥哥 带我一起走 叫爸爸也 爸爸 爸爸 请收下我崇拜的眼神吧 我去 这么什么了吗 现在怎么办 青铜巨门打不开 还被二星怪包围了 这处试炼场 本来只能为到一星的职业者进入 罗绍耗费资源 通过特殊道具 让我们两个一星职业者进入这里 现在一星试炼场 会变成二星试炼场 难道和罗绍要拿的东西有关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关键是怎么出去 出不去了 传送出口就在青铜门里面 不管怎样都需要先打开这道青铜门 那岂不是出不去了 场地变二星 青铜门就需要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 现在哪来的二星职业者呀 这处空间节点的试炼场 已变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有学院的老师进入 说明他们无法进入 接下来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路上遍地二星怪 走到秘境终点哪有那么容易 小心 他追来了 快枪手 一枪十六发 三秒真难刃 快枪手 一枪十六发 三秒真难刃 不行 我的子弹无法接近上开二星怪 我来 大帝之母 烧火 露露 还得是你 法师职业就是强 迅速离开这里 我现在也只能暂时困住这畜生 延缓他的行动 是赵露他们 他们遇到的是二星独角猎狼兽 苏晨 是你 你一个无职业者竟然还活着 不得不说 酷走运的 不要打理他 和他们分开走 露露 我明白 我们走这边 免得被他们连累了 苏晨 别怪我 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你不要凑过来 也不要跟着我 我不会带着你 更不会救你的 谁让他救了 这娘们脸真大 就是 我一个女人都看不过去了 这女人真蠢 有眼无珠 表里表气 简直和我以前一模一样 真不知道苏晨哥哥 看见他哪了 他给苏晨哥哥 提鞋都不配 好家伙 你舔起苏晨了 连自己都骂 骂的好气啊 我去杀几个二星怪 解锦器 岂止不能浪费了 太强了 苏晨哥真的是无职业者吗 我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我也看不明白 但苏晨确实是无职业者 什么情况 这是二星环 苏晨哥 你已经是准二星了 再进一步 就是二星职业者了 这么快就二星了 升级这么容易吗 容易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说升级容易的 升到一星相对来说 确实容易 因为觉醒职业后 职业者本身就有了 接近一星的实力 但是从一星开始 每升一星 都要跨越巨大的鸿沟 难度成千上万倍的增加 甚至大多数职业者 一辈子都升不到二星 而且从二星开始 职业者每升一级 都需要转职试炼 职业会淘汰 大量的职业者 转职试炼又是什么 苏晨哥 课本上都有讲 你们学吗 我考考你们 苏晨哥哥 这听我会 每种职业都有跟你的星塔 职业者在破镜的时候 要去专门的星塔参加试炼 只有试炼成功 才算升陷完朝 在星塔凶险万分 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天才 职业者死在里面 或者重山而出 职业道路彻底断送 这一道极大的门槛 拦住了无数职业者 高星级的职业者极其牺牲 苏晨之所以升级快 和他玉籍杀怪有关 还没到一星 就直接轰杀二星怪 其他职业者一星杀二星 就是天方夜谭 升到二星 竟然还要去 对应职业的星塔试炼 那我一个无职业者 要去哪儿试炼 这个不知道 有没有无职业者 参加试炼的星塔 所有的星塔 都有职业划分 不是本职业 根本无法进入 没有星塔 是不是意味着 我不用试炼 就可以直接升星 这个不知道 也有可能无法升星了 走吧 再杀几个二星怪就知道 竟然有人在和二星怪对战 这可不多见 阿姨天经 杀 可恶 我虽然能找到空隙 攻击到巨齿怪 但我刚入一星 境界太低 无法真正伤害到二星巨齿怪 这谁呀 打和二星怪战斗 女神你都不认识 她是第一学院第一天交 立双岩 也是三院第一天交 立双岩的职业是暗影刺客 这是一种超强的战斗职业 人族有一位九星之主 就是这个职业 立双岩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不愧是第一天交 竟然能和二星怪打平手 谁说不如他 打平手算什么 我苏可能秒杀二星怪 进来之前没少喝吧 几个菜啊 就敢说这话 笑死我了 秒杀二星怪 我看他是疯了吧 疯不疯不知道 如小哥所说 肯定喝大了 你们这些人 自己不行 就以为别人也不行 年纪太小了 苏哥 要不要人钱 显胜一把 打他们脸 低调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吧 敢说我不想 我销火火是第三学院第一天交 我的实力仅次于李双岩 我面对二星怪 也只能做到全身而退 你说他能击败 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要是能击败 我管他叫爸 闭嘴 你又是谁 爱你什么事 不许跟我抢爸爸 什么个意思 谁他妈和你抢爸爸 我看你是疯了吧 正月 别胡说八道 我不当他爸爸 小子 算你失下 这不是占我便宜吗 就是 呸 五星下头难 我管你救爸爸 还占你便宜 你 你们 洗得我肝疼 今天我非得 就许就许你们不可 所有人 又有新的巨石怪来袭 立即尝试终点撤退 快步 两头二星怪 李双爷也坚持不了多久 畜生 给我停下 不好 只拦住了一只二星怪 这下麻烦了 小子 算你所欲 要不是二星怪来袭 你现在已经趴这儿了 回头再找你算账 二星怪冲过来了 跟紧走 诸位同学 瞒中前辈的巨石怪 突然让他冲进普通学园之中 破果不堪设想 小伙伙 叫你呢 你给我闭嘴 李双爷 李双爷 实力仅在你之下的第三学院第一天叫香火火在这里 他说 他可以堵了二星怪 李双爷 实力仅在你之下的第三学院第一天叫香火火在这里 他说 他可以堵了二星怪 苏承 你大爷的 我什么时候说了 让你装逼 让你装个够 让你装个够 小伙伙 你把我左白眼上拿着巨石怪 我精彩整直马上过来 我 我不 小伙伙 不会是害怕了 不敢了 谁说我怕了 老子是第三学院第一天叫 我为第三学院代言 我等一只二星怪还犯得到 杀 二星怪太可怕了 废物 一个无名小子也敢看不起我 现在就看你怎么被二星怪撕碎 不开 向我这边跑 我来救你 太几句 刚才那几只记载 虚力一拳 正好还够一记 哈哈哈哈 我看见傻 我看见了一个傻叉 主动对二星出手了 你以为你是李双岩啊 太鲁莽了 二星怪可不是普通学员 可以抗衡 你是傻 你全把巨石怪 护成了李佩剑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全以为我李双岩 三远无敌 没想到有人比我还勇猛 这是谁的学员 这是 宗臣 你怎么了 宗哥 你没事吧 没事 这酸爽的感觉 我应该是撑到二星了 没想到伤二星竟然会头疼 脑袋像是裂开一样 二星 真的没进入星塔 就突破二星了 宗哥这是天下独一份了 宗臣这个无知恶者 本来就是天下独一份 不进星塔也不奇怪 好消息是 我伤星不用进星塔 坏消息是别人生的二星都是实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我竟然没有任何变化 除了头痛淤裂 你叫什么名字 叶犬秒杀二星怪 这等实力 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你 你是什么职业的 苏晨 无职业者 无职业者 算了 你不愿意说 我不勉强 毕竟我们彼此是竞争关系 苏晨 你是我李双眼 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手 我们就比比看 我可不会输给你 真想和你比了 我实话实说你不信 天交的想法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吗 我们也走吧 现在尾了 尽快离开这里 你怎么还没走 我 我想和你们一起走 现在我有待在这苏晨身边最安全 这颗大腿 无论如何也有暴咒 给我个待你的理由 我萧火火飘零半生 只恨未逢明主 如若不弃 我愿拜为义父 你的娘还真是个千岁 快到终点了 按照攻略上所说 前面的青铜门里面 就有出去的传统阵 有些不对劲 怎么这么多人 挤在这里不进青铜门 现在什么情况 雷哥 青铜门需要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 现在我们进退两难 刚刚联合起来 才打退了几只二星怪的进攻 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 苏哥 接下来看你的了 不好 二星怪又上来了 林阵 这边的同学顶住 都让开 我是退皮 让我去后面 放开 别挡着我们的路 别老子去前面 你们要干什么 我李凌霄是快枪手 我这种高攻低防的职业 就正在后面 我管你是什么职业 我们第三学院站在里面 你们第二学院 在外面扛怪 可恶 这第三学院不敢欺负第一学院 就来欺负我们第二学院 这次的二星怪 比刚才多很多 这不是让我们送死吗 这位同学 我是赵璐 职业是高贵的法师 第二学院第一天教 给我个面子 别别别 我十号也是第三学院第二天教 你在我这里没面子 第三学院实力比你们第二学院强 让你们干啥就干啥 十号是吧 我记下你了 让一下 让我过去 是苏晨他们 这几人竟然没死呢 没听见老子说话是吧 第二学院的学员 都给我去外面 让开 我去为大家打开青铜门 你他妈的在逗我吗 青铜门要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 现在我们所有的希望 都在三院第一天教李双颜身上 我们大家都在等李双颜顺利升级 你算什么东西 你要是能打开 管你叫爸爸 你们第三学院 这么爱叫人爸爸吗 第二学院的垃圾 你敢嘲讽我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平庸之辈 在我等天教面前 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格 嘴巴这么臭 这苏晨自己什么档次不知道吗 难道是他追求靠近过我 让他产生错误的自信了 你找死 老子今天把你脑袋塞屁股里面去 这人就活该被打死 给我滚犊子 谁他娘的敢打我 十号 胆肥了 不认识我了 我哥 怎么是你 是第三学院第一天叫萧火火 据说他的实力 挤在理双眼之下 谁让我对他出手的 我一个大批都在呼死你 我哥 这小子就是第二学院的废物 他竟敢让我管他叫爸爸 我不得弄死他 你也配叫他爸爸 我不配 洛洛 这萧火火怎么帮我们第二学院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只有这一种可能 这里也只有鹿鹿你 能让萧火火这种天骄给面子了 哼 我这么处理 你还满意吗 满意 霍哥 你太客气了 我代表第二学院全体学员 感谢你 谁他妈的问你们了 滚一边去 是 有什么不满的 您说话 什么 萧火火对这废物的态度 怎么会如此恭敬 萧火火是吧 你的名字我也记下了 是李双岩未必会 储学夜不翻的排名前十的天教 他们赶到 总算有些希望了 你们顶住 我去开青铜门 给我开 李双岩 快顶不住了 你那边如何 打不开 只有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此门 李双岩竟然也打不开 没有心态 怎么可能打到二星 这下彻底完了 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我来 你 你凑什么热闹 一边待着去 我可以打开青铜门 你开什么开 你开玩笑吧 别捣乱 你没和我组队 能活着走到这里 你已经是亲信了 苏晨 你说这话谁信呢 谁信你谁是大傻子 让开 我知道开门的咒语 咒语 胡说八道 打开青铜门 只有职业达到二星才行 哪有什么咒语 营销是大沙笔 魏笔会是大狐笔 妈咪妈咪哄 丑火为我加持力量 太上老君 尽尽如律令 给我开 这家伙真的是在念咒语 好像在骂人吧 玩呢 这钥匙能推开就见鬼了 给我开 这钥匙能开 我李灵修直播暴力吃屎 什么 啥 这 真的开了 开 开了 他竟然真的打开了二星秘籍的大门 没感觉到他动用什么职业力量 难道真的是咒语的原因 二星 苏晨竟然达到了二星职业者 他是怎么做到的 是二星精英怪 二星精英怪竟然也出现了 这谁顶得住啊 快 快跑 进入青铜门 青铜门居然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子 用咒语打开了 简直匪夷所思 走 赶紧进去 完成裸少交代的任务 这是 人族 血实 可口 死去的美食积极在攻击我 二星Boss 蜘蛛女王 Boss级别的怪物 一般只有三星以上的中级副本才会出现啊 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会有Boss级别的怪物 来一块 让你出现我的围里 救命啊 被威呢 被威要得救了 雷小兜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毫无还手之力 我们死定了 所有人 立刻退出去 出现 二星快把门口堵住了 我只强杀蜘蛛女王试试 是我怎么可以反抗呢 你没事吧 二星boss的实力完全无法反抗 它强过我们太多 军人手在上书 没有战斗的人足 有事都比较好了 快 所有人闪避 不要被蜘蛛女王的爪子碰到 快躲开 细大点的地方往哪儿躲啊 我们当什么 随意再杀的牛马吗 我是真的怒了 许你大爷的 不要正面对抗 就算二星职业者也不可能是对手 真是没有作为寻采的觉悟呢 还有主动冲上来的 什么 怎么会 不可思议 竟然伤斗了蜘蛛女王 苏蜘蛛实力比我强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陆气质了 我并且伤到了他的蜘蛛爪子 慢了 攻击停止了 有人打斗了蜘蛛女王的一只爪子 谁做到的 应该是李双岩吧 他刚才在和蜘蛛女王战斗 虚才大人了 不可饶恕 我的孩子们 去吧 保存你的吧 别了 你双岩 别用作排名的闲神的天骄 我们一起冲出去 没用的 门口堵满了人心怪 这么冲出去 和找死没什么区别 那你等死好 等死还能完点死 你这么冲出去 立刻就死了 我别吵了 我说两句 会不会 把慕容留恋的电话号码给我 你是不是有病 都什么时候了 还讲着这事 这就是四行转职任务 人人畏惧的boss吗 快刀斩 我想说的是 有点弱呢 哇 第四层亮了 不愧是人家的老婆呢 小灵灵 恭喜你神仙成功 忠实接受为四行大刀主 快来 让我亲一下 苗苗苗 你是不是屁股痒了 吃的呢 快来打人家劈气 人家想让你鞭策呢 懒得理你 我还要去替老师 给全校学员传授职业经验 老师也真是的 这种事情迎让我来 我又不是导师 老婆 等等我嘛 我和你一起去 快给我电话 我有大用 哼 有个屁的大用 休想玷污我女神 哼 有个屁的大用 休想玷污我女神 我要救大家 慕容学姐已经回到天晴学院 你就算给她打电话 她也不可能瞬间赶来这里救人 你怎么救大家 我刚才打开清通门 你也说不可能 别废话了 给我 哼 拿走 不过我警告你 你不许玷污女神 终于又可以看到慕容留恋讲课了 不愧是学院第一美女 我要是能摸摸手都满足了 小点长 慕容留恋虽然是女神 但大魔王也不是白叫的 小心把你扔到噩梦副本历练 如果真能摸到手 把我扔到深渊副本我都愿意 哼 什么东西 都是给你的情书 老规矩 通知学生会 这些写情书的学员 都给我发配到打金蜜剑打材料 赚不够一百积分不许回来 一个个的就是太闲了 现在形势有多危急不知道吗 嘿嘿 这些男学员就该教训 不知道我萌喵喵才是你的正派男人吗 有人来电话 接吗 接听吧 你应该是老师 慕容留恋 我是苏晨 你听好了 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 怎么是他 又是谁啊 慕容留恋 我爱你 这 苏晨 我看你是真疯了 又说这个 我爱你 我爱你 苏晨 一百就我爱你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这小子是谁啊 敢当众侮辱慕容学姐 我们都是偷偷写情书 他胆敢当众表白 不怕成为全小公敌吗 马上把他给我找出来 我要打死他 不要闭脸啊 慕容留恋能看上他才怪 小留恋 人太嚣张了 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 绝对不能放过他 把他发配到深渊部本去 安静 如你们所见 他叫苏晨 苏晨 几年级的 哪个学员的 那些妖孽的名字我都知道 苏晨这名字没听过呀 他是我 男朋友 什么 男朋友 老婆承认他有男人了 苏晨 你不是死性不改 想玩吗 我让你玩个够 有你当我的挡箭牌 我后面的日子应该会清静不少 苏晨 我记住这小子了 别让我见到他 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慕容学姐的男朋友 一个无名小子 他给慕容留恋提鞋都不配 现在 马上 立刻给我去查 十分钟内 我要知道这个苏晨的全部信息 叮咚 恭喜宿主达成成就 一百句我爱你 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加音 恭喜宿主获得一万头驴 啥玩意儿 西藤 你再给我说一遍 恭喜宿主达成成就 一百句我爱你 获得奖励一万头驴 一万头驴 你在逗我吗 吹你大哀的 现在生死关头 我要一万头驴有什么用啊 给蜘蛛牛要做驴儿活生啊 特别提示 一万头驴拥有个体技能 脑袋被驴踢了 拥有群体技能 蛮驴践踏 怎么办 这样下去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 啊 这是违禁物品 奇怪神器 为了以防万一 我特地带了不少进来 你是想让这些学员替我们挡住妖兽 不错 现在只能牺牲他们 换我们逃命的机会了 好 就这么干 扔出西怪神器后 我们趁机绕到蜘蛛女王身后 传送门和罗少药的东西都在那里 什么东西 不好 这是西怪神器 什么 哪个混蛋放的这种东西 还嫌我们死得慢吗 怪物们被吸引 更疯狂了 大家生死由命吧 这或许是空间节点出现后 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啊 血狼给我个痛快 我不要为这些畜生啃事 哈哈 今天还有人跟你们这些 血池撒上了啄料 更香了哪 哈哈 就是现在 快走 可恶 这时候人群中竟然还出现了叛徒 苏晨 你不是要救大家吗 你倒是救啊 他就是个跳梁小丑 除了会说两句骚话 还能干什么 白白浪费大家的逃命时间 都给我闭嘴 我会做我该做的事情 不能在人群中释放一万头驴 否则大家还没被怪物杀死 就被鱼才死了 苏晨 你干什么去 找死吗 这种废物 死就死吧 多少也能为我们争取一些活命的实现 李灵霄是大沙笔 未必会是大虎笔 两个蠢货为我加持力量 鱼来 到现在还嘴上丑能 故弄玄虚 这是啥呀 什么情况 无数头驴兽从天而降 这不是雪上加上吗 我们面对的怪够多了 不对劲 那些驴兽好像没有攻击我们 我的灵笛中为何出现其他妖狭 不好 这我攻来了 这些妖狭为什么攻击我 他们难道不是眼神的奴仆 罗少要的东西终于拿到了 走 罗少在传送阵外面估计等急了 赶紧出去 什么声音 这是 什么情况 哪来的你 什么情况 哪来的你 这么久了 那两个人为什么还没出来 按照他的实力 应该拿了东西最先出来才对 本少准备了这么久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如果拿不到 罗少 传送阵亮了 他们出来了 哈哈哈哈 好啊 那件东西对本少无比重要 拿到后 本少就有了进入神圣之狱的资格 诶 这些 我的神啊 刚才发生了什么 无数妖兽都被那群驴踩死了 那么问题来了 那些驴是怎么出现的 为什么会出现 走 你说实话 苏哥的隐藏直言是不是召唤师啊 我看不懂 驴驴在被震撼 那些驴难道是苏晨召唤出来的 可就算他是召唤师也不对啊 谁家召唤师也能召唤出成千上万头驴 这不科学啊 我以为我死定了 到底是谁救了我们 是那个叫苏晨的 真的是他用咒语召唤出的那些驴兽 话说咒语是什么来着 我记一下 下次保命哟 李灵霄是大傻逼 未必会是大虎逼 两个蠢魂为我加持力量 应该是这样 那我也飞一下 下次下副本哟 苏晨绝对不是什么无职业手 一定在隐藏什么了 这是高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虽然我不知道那些驴是怎么来的 但绝不可能是苏晨救了大家 在我们第二学院众所周知 她是个无职业的废物 苏晨说得没错 你还真是个大傻逼 蜘蛛女王最LV解决了 但具体怪还在 大家立刻出地匠 快点 快进去作战 大帝之母 伤化 什么情况 不好 救我 十号 我说过 我记下你了 而这就是被我记下的代价 接下来还剩一个萧火火 这种头疼于脸的感觉又来了 看来这次又无一手消灭大两妖兽 让我再次升醒了 苏晨 你怎么了 没事 我现在应该是升到三星了 好家伙 三星 苏哥 但凡你是个职业者 不管是何种职业 你这升降速度绝对能成为传奇 五星空间法师还有多少时间能到 青塔联盟分部那边说 已经紧急为我们调派了一个 但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到 不能等了 等一个小时后人都死光了 我们就强行破开结界 没用的 以我们准四星的使力 就算拼了老命也破不开 咱们还是从长计议 而黄潭也在里面 我比谁都急 走货 你几个锤子 你不去我们自己去 三位院长 你们快看积分吧 苏晨的积分 这怎么可能 一千多积分 如果不是中央阵脑出错了 谁能给我个合理的见识 为什么苏晨积分会飙得这么高 除此失联一千三百八十八积分 不但破了三月的历史记录 还破了帝国所有中等学院的最高记录 三百年来 帝国中等学院的最强妖孽雷神 当年也才九百八十八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第二学院出了一个 堪比雷神的惊世妖孽 没有 不过苏晨积分这么高 必有原因 他是什么职业 这个 他是无职业者 无职业者 笑死我了 安怀志 你脸多大 你让一个无职业者比肩雷神 一年一妖孽 百年一雷神 你这是玷污雷神之名 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 学员们出传送阵了 尊度假度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千真万确 我亲眼所见 学员们正在源源不断的被传送出来 所有人已经传送出秘境 奖励结算中 打完副本 竟然还有奖励结算 这里越看越像是和游戏融合的世界 建于你在秘境中地花之秀的表现 本次冒险等级评价S级 获得斩神积分 易积分 获得物品 蜘蛛女王的唾液 这么多人还活着 太好了 就是不知道是谁力往狂澜救了大家 应该是李双岩无疑 论实力他是三院无可争议的第一天教 只有他才可能创造这等奇迹 也有可能是萧火火异军突起 是我第三学院最看重的学员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苏晨 毕竟他积分那么高 没有 安怀志 我劝你脑子清醒点 别再提那个无职业者了 要是他救的大家 我把第三学院一年只开放一次的无相秘境给他 唉 这是我第二学院离三院第一最近的一次 虽然我也知道不可能 双岩 和我们说说你是怎么拯救大家的 拯救大家的不是我 不是你 哈哈哈哈 萧火火好样的 我第三学院不但超越了第二学院 看来还要超越第一学院了 呃 院长 我没做什么 不必谦虚 说说你在秘境里面干了哪些大事 大事 认了一个衣服算吗 认衣服 你怎么逗我呢 三位院长 是苏晨力挽狂澜拯救了大家 三位院长 是苏晨力挽狂澜拯救了大家 苏晨 真的是你 我现在手心冒汗怎么回事 苏晨救的大家 怎么感觉这么不真实 我先问一下 救了大家有没有奖励 有 而且这等大功要上爆星塔联盟 哦 那没问题了 是我救的大家 哈哈哈 这破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第二学院了 当年慕容留恋虽然个人积分第一 但总分我第二学院还是不如第一学院 如今苏晨一人的总分 吊打第一学院和第三学院的总和 这一次我第二学院总分排名第一 哈哈哈 哈哈哈 不是我看不起这苏晨 别说啥boss 就算我站在这里让他打 这废物打得动我吗 一定有问题 啊 啊 这 呃 战神积分是什么 战神积分只有在表现无可挑剔的时候才会获得 就算是得到S级评价的 也只有小概率得到 苏晨 你不会得到了战神积分吧 哦 啊 才得了一分 哎 得了一分 你知不知道高等学院很多妖孽 直到毕业都拿不到一分 苏晨 你在秘境表现如何 我其实不是多么惊讶 毕竟每年都有不少在秘境中 超级表现的妖孽学院出现 但你得到战神积分直直把我惊到了 据我所知 你是第一个获得战神积分的中等学院学员 哈哈哈 好样的 这一次你是新生试炼的第一名 我第二学院永远的骄傲慕容留恋 会带你获取一门无职业要求的技能 你可要好好把握 慕容留恋 他现在恐怕忍不住想叨了我吧 苏晨 这一次你做得比我优秀 但人足大考才是我们真正的舞台 一个月后考场见 我劝你不要和我比 你看不起我 因为我是个挂逼 挂逼 什么意思 这是你的职业技能吗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伟大的野神 未来世界的主宰 我们是野神教的信徒 是您最忠实的仆人 在整个世界被颠覆之前 我们将一直为您效劳 有反应了 野神回应我们了 击死了这么多次 终于等来了野神的回应 真的是野神 真不敢相信 野神降临我们所在的野神教分教 虽然只是一丝投影 但透露过来的威势 就让我站立不止 我很愤怒 伟大的野神 您为何愤怒 我们是野神教的信徒 我们愿意为您做任何事 我的第四子 不久前偷偷跑出来 受力新鲜的人类血肉 但他竟在此地被人杀死 这也是我降临此地的原因 什么 何人如此大胆 野神 四殿下是被谁杀死的 你们去调查清楚 告诉我 野神放心 四殿下至少是B级魔兽 他被杀死了 不会没有动静 我野神教 绝对会为野神调查的一清二楚 不管是谁 我都会降下天城 就算是雷神 也会付出代价 罗少 你没事吧 废话 被骑摆头绿涕了 能没事吗 罗少 你让我们调查的事情 基本调查清楚了 在秘境中一个叫苏晨的学员 表现十分优秀 你要的东西大概被他得到了 我亲自去宰了那小子 东西对我十分重要 恭喜一切代价要拿到手 罗少 那苏晨在秘境中拯救了众多学员 已经上宝星塔联盟 你亲自出手恐怕牵扯太大 我会怕吗 国家怕过谁 罗少自然不怕 但毕竟影响不好 那就再杀了吗下单 重金找两个五星好评杀手 干掉那小子 拿回东西 罗少放心 保证给你办得妥妥的 这么大动静 闹地震了吗 罗少 不好了 一打群驴冲过来了 什么 又是这群驴 这可是老子高卖的庄园 比这群驴全都打平了 最新咨询 本市遭遇大规模驴灾 所幸除了一罗姓男子之外 无其他人员受伤 我倒是忘了 我那一万头驴还在外面晃荡呢 诶 系头 一万头驴可不可以回收啊 一万头驴是你的召唤物 可以随时召回或者换出 一万头驴 全部召回 一万头驴真的都被我召唤回来了 等到战斗的时候 可以随时换出 不禁让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独晨 禁忌通知 开班会了 子龙 这次开什么班会 这么紧 上次秘境试炼 因为遭遇变故 导致大多数学员没有达到一星 还有一个月就要人足高考 于是三大学院又开放了一批秘境 和魔狱供大家提升实力用 魔狱 魔狱是被魔兽占领的区域 上次袭击学校的魔龙 就属于魔兽 和秘境副本中的妖兽不同 魔兽普遍具有智慧 狡诈多端 而且魔狱基本都处于现实世界的某处 既然魔狱存在于现实世界 为什么那些九星强者没有清除它们 既然魔狱存在于现实世界 为什么那些九星强者没有清除它们 第一是太多了 魔狱遍布世界各地 而且还不断有新的魔狱涌现 第二就是很多魔狱有强大的魔兽坐镇 九星强者不会贸然出手 怕引起魔兽潮到时候会面临更大的灾难 那么问题来了 那些魔兽从哪里来 一部分是从秘境副本中跑出来的 也有一部分是空间节点降临入期 我只知道这么多了 更多的要我们升入高等学院才会了解 系统发布任务 请达成成就多子多福 拥有三个子孙后代 为人族永存做出贡献 你他妈的在开玩笑吧 系统是专业 一般不会开玩笑 除非忍不住 去你大爹的 这是什么垃圾任务 我还是个孩子 你让我生孩子 换个任务 任务一旦发布不可更改 请尽快完成任务 我女朋友都没有 上哪儿生孩子去 要生也行 你起码给我配个女人吧 没有 这个可以有 这个真没有 小龙 为你件事 呃 什么事啊 你那个女孩 能生孩子吗 啊 上次秘境中 到底什么情况 真是苏晨救了我们 应该没错 很多人都看到了 原本以为 从第一学院空降的未必会 是我第二学院第一天教 现在看来 要归苏晨莫属 我未必会是最优秀的 我不弱于任何人 我迟早会超越苏晨 我不允许她一再玷污慕容女神 这次的任务 比一百旧我爱你更离谱 怎么可能完成 说起未必会 表现得确实不咋定 除了能装逼之外 没看到她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觉得苏晨不是无职业者 肯定是特殊隐藏职业 苏晨比未必会要厉害不少 够了 苏晨 你站起来 有事啊 我只想说一句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会不会 你坐下 我也要玩 安静 我简单讲两句 此次试炼 我第二学院大放异彩 得益于苏晨的优秀表现 此次苏晨 除了可以获得 星塔联盟下发的奖励外 还可以得到第三学院 无相秘境的进入权 以及去天晴学院找慕容留恋 获得一种无职业要求的技能 最后我再说一句 还有一个月就要人足高考 决定你们最终命运的时候来了 三大学院联合起来 开放了三处魔域 这段时间内 学院不强制上课 你们可以组队前往魔域历练 提升职业等级 另外 这次试炼 我第二学院获得三院第一 我第二学院有优先进入权 这是几十年来我第二学院第一次获得 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 好家伙 安院长这简单说两句真不简单 足足说了一个多小时 苏哥 什么时候去魔域试炼 我都准备好了 还有我还有我 别带上我吧 我也要跟苏晨一起 张月月 上次没跟你计较带着你 别蹬鼻子上脸 苏哥和你无亲无故 凭什么带你 谁说我们无亲无故 我叫过苏晨爸爸 系统提示 恭喜你获得一位子孙后代 多子多福成就 完成三分之一 这你妈都行 其中你搁着自己卡八个呢 苏晨 我有事情和你说 你不能再骚扰慕如学姐了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未必会 其实我对慕容学姐 没有什么坏心思 你放心 我不会再找她了 真的 你要是不信 获取无职业技能的唯一名额 我给你卖给你 怎么样 无职业技能虽然珍贵 但慕容留言的娘们太凶狠了 找她和找死没区别 还不如卖掉 卖给我 你没骗我 骗你干什么 从现在起 名额我转让给你了 但 我还有个要求 说吧 无论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 现在起 你苏晨就是我未必会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叫我一生爸爸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想当我爸爸 你要是不愿意叫 我不勉强你 名额 我就先收回了 慢着 爸爸 乖 系统提示 恭喜你获得一位子孙后代 多子多福成就完成三分之二 果然可以 接下来完成这个任务就很容易了 找萧火火就行了 嗯嗯嗯嗯 嗯 嗯 叔叔打来的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我还没有见过圆主这唯一有血脉关系的亲人 不知道有什么事 喂 叔叔 小陈 你有空吗 有空的话回来一趟吧 行 我今天下午回去 唉 唉什么唉 让你给你侄子打电话打了没有 打了 小陈下午回来 你那个侄子我打听了 前几天职业觉醒之日 成了晚中五一的无职业者 脱脱的大废物 真是白养了他那么多年 他来了 你赶紧让他搬出去 小陈毕竟还是个学生 学校有宿舍 实在不行睡大街 分钟以后我们和他没关系 他不能再拖累我们了 还有一个月就要人组高考了 实在不行高考完再让他搬出去吧 免得影响他的高考成绩啊 爸 他一个无职业者 那有什么高考成绩 哪个高等学院能要他 赶紧让他走吧 现在学院都放假了 他住在这里我不方便